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每天在讲极乐世界 很多人就想 如果能去极乐世界转一圈 真的去看一看 那该有多好 今天有一位脸友跟我分享了一篇文章 是六岁小孩游极乐 并且描述的栩栩如生 竟然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 并且看见莲花上有家人的名字 地上也金光闪闪的 还有宝石 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看了以后呢 我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出自一个小孩子的口 同言无忌 他是不会编造 也不会撒谎的 我今天就把他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过程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要相信 极乐世界是真的存在哦 故事是这样的 我们全家于2010年初开始专修净土法门 我们决定发愿往生就开始念佛了 我和丈夫开了一个小面食店 每天要早起干活 早上没有固定的时间念佛 白天就散念 晚上就坐在床上一起念一个小时 刚开始还没有佛堂 后来在2月19的那天供了阿弥陀佛 那天我和丈夫坐下来要念佛的时候 女儿就挤到我们俩的中间 就问 你们俩在干什么呀 我就告诉她在念佛啊 女儿当时只有6岁 上幼儿园大班 她说 我也要念佛 你们怎么不让我也念呢 因为当时我们刚开始学佛念佛 就觉得她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可人家却主动要念佛 我还笑着给她说 你不学你的阿窝阿 念我的佛干嘛呀 她说 你们为什么念佛呀 我说 我们将来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呀 这个你不懂 可女儿就说 我也要去西方 说我们能去 她也可以去 就这样 她就和我们一起坐下来 开始念佛号了 2010年很快就过去了 说实在的 我们都年轻 在挣钱这方面还是比较执着的 我那年才28岁 觉得往生还早呢 无常感不强 快过年时 由于生意忙 我们夫妻俩都要早起去店里干活 老人又不在身边 也没有人帮忙照顾孩子 而我们照顾孩子也很粗心 就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 直到过年停业才结束了工作 孩子就自己在家 醒了就打开电视看动画片 等我给他送饭 他才有的吃 不然就饿着 腊月24这一天 已经是上午9点多钟了 我才回去给孩子送饭 以往每天一回去 他都是在看动画片 可是这一天我一打开门 发现他居然没有看电视 而是躺在床上自己傻笑 我就问他 你怎么还没有看电视呢 他兴奋的说 我往生希望极乐世界了 我就说 小孩子别瞎说 你懂什么是往生啊 我想往生就是要离开肉身 才能去极乐 平时也没有讲过 他也不知道啥是往生 就认为他不可能知道的 但女儿却说 妈妈 我说的是真的 昨天睡觉的时候 佛把我接去了 感觉好真啊 我觉得像昨天没有睡觉 阿弥陀佛先是上我这来接我 在半天空中还接了几个人 那些人都好好看 跟我不一样 我说 小孩子可不去撒谎哦 说错了 或者是说假话 是有罪的 不可以乱说的 女儿说 妈妈 我真的没有骗你 佛拖的莲花是我最喜欢的粉红色 我上去正好够大 我可喜欢了 因为我就喜欢粉红色 佛好像知道我喜欢这个颜色似的 给我带了这么好看的花 我听他说好像是真的 可还是不相信他 我自己念佛一年了 什么感觉都没有 因为听法师讲法的时候说 见到境界对自己未必是个好事 可是孩子没有听过经 也不知道极乐世界啥样 说的又不像骗人的样子 我就准备细细的问问他 我就说 你说你见到了佛 佛长得啥样啊 是佛自己来的吗 他说 佛和画像和我们家共的佛是一样的 咱家共的是坐着的 来的是站着的 画像是红色的 佛真正是金色的 发光的莲花也是那个颜色 发的光像镜子一样的一大片 就没过来 就把我包在了光里 不像太阳光 一丝一丝的 也不刺眼 佛来了就说 给我来 完了 我就上那朵莲花上去 佛也给那半天空的人花了 给我是一起去的 佛领着我们 一转身就到了 好多人的地方 佛又变了姿势 坐下来说话 有好多人听 旁边还有两个是女的 可好看了 我家没有供西方三圣 只供着阿弥陀佛是坐像 后面贴了一张街影站像 就是红色的那张 女儿不认得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 我问女儿 那两个菩萨长啥样啊 女儿说 一个穿白衣服 一个穿紫衣服 什么衣服就什么花 他俩胸前都有一个发光的钻石 可好看了 他们没有佛的花大 可是一样好看 佛说话可好听了 可是我一句都没有听明白 又听见阿弥陀佛也念阿弥陀佛 那里的人都是一样的 可好看了 佛带头念阿弥陀佛 他们根本不喊 预备齐就一起念了 那个水里的花可多了 上面有的有人 有的是一个名字 还有的是个牌 金光闪闪的 我还看见你了 我爸 还有我姥姥姥爷都在 还有张老 我这时就不相信他说的了 因为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还没有念佛 可现在回忆起来说的好像也是对的 后来不久我的父母就开始念佛了 也都和我一起去皈依办的皈依症 直到2011年到我家来住 二老就被我劝导念佛求生西方了 现在验证了女儿 那时所见的是真的 可当时我却不信 我就说 你姥姥姥爷还没有开始信佛呢 他们也在 你说的我不信 女儿说 妈 你信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他们为什么在 我哪里知道呀 后来我女儿对我说 妈 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 你要是能进我的梦里一起去就好了 我又对女儿说 你再说说 你在那里都干了些啥 女儿就继续说 我在那里好开心呢 那里的风景可好看了 地上也是金光闪闪的 还有宝石 我就转了一圈 到那个大树下面一抬头 就看见树上有发光的果子 还有香味 我看见大的 有脸盆那么大 小的像苹果 我想这个小的就够我吃了 就这么一想 阿弥陀佛就从他那个宝座上下来 给我摘了一个果子 我回头看一看 佛还在那里坐着说话 可我眼前也有一个佛 妈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我吃了那个果子太好吃了 不用扒皮 皮也能吃 吃完我就上水池边上 听音乐 音乐跟水在一块 在池里面冻 水可以透明 里面的底是发光的 你带我去的公园 公园的水底都是黑的 看不见的 极乐世界的可不一样 我想在那里待着 佛向我摆手好像不让 我就想起你了 我说 你是怎么回来的呀 女儿说阿弥陀佛跟我说了 你们那边地区的念佛人 都能来往生 可是你们那里的人不愿意多念佛 一定要多多念佛号 佛的话一说完我就醒了 我一看天亮了 我特别愿意想这个梦 一想我就高兴了 他还告诉我说 极乐世界吃饭 只要你一想 一桌子好吃的 他连带皮的一个橘子 说在那里不能浪费 橘子皮也好吃 喝水一想起来就是一杯水 装着水来到了你的身边 也看到了县内当时我认识的两个联友 前面说的张老 就是他最熟悉的那位居士 他还能将梦到的画下来 他画中画的莲花不是特别的大 他说是因为莲花能变化 坐着就大 站起来就小 佛的莲花一走路就变成一个脚一个 可自由自在了 画上的房子是极乐世界奖金堂 可大了 还放着光 他说他也画不好 他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到了极乐世界就变聪明了 能认识莲花上所有的名字不用教 比如我师父 真全清的名字 那个真字不好认 他本来是不认识的 可到了极乐世界就认识了 还跟我说 真大大也在极乐世界 是一朵紫色的花 我仔细听他讲的细节 确认他没有讲假话骗人 因为紫衣大势智菩萨连我之前都没有见过 他描述的挺生动 从这一点我相信他 所以这篇文章呢 是摘自念佛感应录里面的一篇 居士写的真实的故事 希望呢大家对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是绝对不要怀疑的 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主要是让大家相信 只要我们念佛 阿弥陀佛一定会现前 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眼前 其实我们念佛人 在西方极乐世界 已经拥有自己的莲花了 即使现在你看不到极乐世界 但是有一天 只要我们信愿行三资良具足 不怀疑不夹杂 就是等到我们往生的那一刻 阿弥陀佛带着莲花现前 都可以踩着自己的莲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那一天才是我们梦想成真的一天 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achukasukasaka tsama ukasak out Schul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Budhisalwaya Mahasalwaya Maha Kalnyika Ya M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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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